有网友询问 为什么莱芬吹风机看起来紧促小巧 但风力却超乎想象的强劲 不仅风速和风量都很大 而且噪音更小 还没有普通电吹风的制烤感 不到五分钟就能完全吹干头发 对网友的问题我们也甚感好奇 莱芬的吹风口只是一圈霞缝 这又如何吹出强风呢 将其拆开观察内部构造发现 在细小的手柄里 安装了无刷马达和风扇 这个微小的13页高速风扇的外圈 套了一个含刀外壳 后方则安装若干镜子整流叶片 从手柄底部的滤网吸气 像另一端的风筒排气 这样风筒内就省去了风机 只有电热丝组件和控制电路 导致风筒的尺寸和重量 都比普通吹风机显著减小 因此外形像得狼头 不仅拿起来轻便顺手 收纳携带也很节省空间 但问题是这种手柄吸气设计 会造成严重的风量不足 例如贝尔206直升机 安装一台400千瓦的 爱立逊250C20B涡轴发动机 只需驱动直径11米的旋翼 保持在每分钟395转 就可轻松吊起最大1.8吨重的机身 但德国的风扇教练400飞机 也采用了同款涡轴发动机 用来驱动直径1.2米的 五叶横速螺旋桨 保持在每分钟3090转 而推力却只有约650公斤 仅相当于贝尔直升机的三分之一 究其原因 尽管教练机风扇的转速几乎是直升机旋翼的八倍 导致寒道风扇的排气流速度更快 但讲盘的空气流量却远小于旋翼 因此推力要低得多 这个道理放在吹风机上也一样 如果风机装在风筒里 由于液盘面积较大 就可在低风速下获得大风量 但把相同功率的马达装迹手柄 就只能采用面积成倍缩小的液盘 这造成液片负荷减小 转速大幅升高 结果就是风扇的排气速度很大 但排风量明显小于普通吹风机 所以风机放在手柄里 目的是让少量而高速的气流 在进入更粗的风筒时突然减速扩压 使风筒尽量升压 并利用环形狭峰喷口很小的喷气面积 将风筒内的压力憋住 使喷口内外有较大压差来形成高速喷流 同时空气穿过电热丝时 会因等压吸热而进一步膨胀加速 使喷口气流速度更快一些 虽然有了较高的风速 但风量不足却会严重影响气流覆盖面积 必须加以弥补 那就只能下血本 给小风扇换个每分钟10.5万转的超高速无刷马达 通过进一步提高风扇流速 使风筒内获得更大增压 由于喷口内外压差增大 可使喷流速度提高到21米每秒 与市面上的最强吹风机不相上下 此时喷口的风量虽然相应增大 但还是不如普通吹风机 可有趣的是 离开喷口一段距离 会发现风量出现显著提高 通过消防员从窗口灭火的案例可见 当高压发散水流从窗口向外喷射时 由于大面积的水膜 在引射室内空气以较大流量向窗外运动 造成湿火的房间里进气量小于排气量 氧气越来越少 最后缺氧气火 而环形霞凤喷口也起到了和高压水流相同的作用 由于霞凤造成喷口气流的表面积显著增大 一样会大量引射周围空气向前运动 于是喷流节面积越来越大 达到正常使用距离时 风速和风量都超过了普通吹风机 因此这款来风高速吹风机SE 其实是利用手柄内超过10万转的无刷马达风扇 和手柄到风筒的扩压构型 以及霞凤喷口的引射作用 才吹出了更加强劲的气流 相比之下 普通吹风机马达转速只有约2万转 由于风速较低 就只能提高电热丝热量 使气流尽量升温来进行烘干 这很容易造成头发外层的毛鳞片 在较长时间炙烤中受损甚至脱落 使头发失去光泽 但来风吹风机SE通过高速大风量气流 只需较低的适宜温度 就可更快吹干 有效避免毛鳞片出现不可逆损伤 从根源保护了头发 同时这款吹风机 无论性能、用料或做工 都可比肩顶级同类产品 但售价只有几百元 这正是来风品牌的技术普惠理念 所带来的高性价比和满满的诚意